又有英文開關 英文真簡單的大老師Michael 今天要帶你破解那種 省略東省略西的句子 相信很多人在解題目的時候 很怕一種就是所謂的省略東西 對 你省略就不會忘記省略啊 或是省略錯的東西啊 然後當然你整個句子就會出錯了 那今天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破解這種省略句 又或者叫做緊縮句 那我會幫大家整理緊縮句的三大考點 讓你在考場上如果遇到它可以瞄解它 那當然今天是我的重點 我都幫你整理成筆記了 你只要去Instagram搜尋英文一開關 或是POPPING-BOTTLES 跟我說你要哪一集的筆記 就會免費送給你哦 那我這裡要shoutout一個YouTuber朋友 她叫做Grace 他是在教外國人中文的 然後他就做一個題目是有關於中文的緊縮句 他在查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英文裡面也有緊縮句 然後我一看就覺得 這不是就是大家很容易 不小心沒有掌握好的考點嗎 所以我就決定來做一集 什麼是緊縮句呢? 顧名思義嘛 正如他的名字就是他為了 讓整個東西更緊更湊在一起 然後所以他就會做一個縮短的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一看到你 我就會生氣 那我們中文就會把它說成什麼? 一看到你我就生氣 所以這就叫做緊縮句 那有的緊縮句呢 他是可以還原成兩句的 而有的人他已經有點用習慣了 或是他本身的形式 就不是能夠還原成兩句的形式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英文裡面有哪三種常見的緊縮句考點 第一種緊縮句 我把它歸類成跟介系詞有關 例如說with以及in 他是把什麼東西縮短了 叫做所謂的穿著 或是戴著 幫大家打個預防針 這個我覺得他比較不符合 和大家說的緊縮句的範圍 對就是一般人的緊縮句 是有點類似條件啊 這樣子等等的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他一樣是把什麼樣 比較長的直句 把它並在一起 用個簡簡單單字 所以我自己一樣 會把它歸類在緊縮句裡面 I saw a man who wore a black hat 這個東西就念起來很奧口 那要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把它改編成 I saw a man with a black hat 所以原本如果他是穿戴 who wore或者是wearing 這個配件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結合起來 用with就可以了 如果是身上的衣物呢 譬如說 I saw a man who wore a blue jacket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怎麼說起來 就可以變成 I saw a man in a blue jacket 用in後面結他穿的東西 來替代who wore 或者是wearing 讓整個句子呢 鎖短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呢 哪裡有問題 還記得嗎 我們用with或in代替的是什麼 代替的是who wore 或者是wearing 很明顯的 A跟B 他故意做什麼事 他故意把這兩個選項 把他們搞混 第一個他說who wearing 不是who wearing 是who wore 好不好 第二個呢 他跟你說什麼呢 他直接就一個wore 啊不行 然後那個who不見了 這樣子 因為這個句子已經是完整句囉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 剛才說的用介系詞來解決他 用with或者是in 那這邊我們就要來判斷一下 他是一個配件嗎 還是呢 他是一個所謂的衣服呢 那當然這邊當然是指衣服嘛 所以衣服的話 我們就用什麼呢 就選in這樣子 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豬 所以who wore wearing 可以換成in和with 然後注意喔 這前面這兩個他很容易 怎麼樣故意把那個順序顛倒 或是加油填處 然後讓你搞錯這樣子 那後面呢 注意他是要講的是配件 還是講的是衣服 第二種緊縮句 我稱之為什麼呢 主詞一樣的緊縮句 例如說 剛才有說我一看到你我就很生氣 我看到你我生氣 他的主詞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種緊縮句可以用在哪邊呢 可以用在譬如說像是when 譬如說像是while 那這裡面呢 因為既然主詞相同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做緊縮呢 這時候我們的英文呢 就會用一個東西叫做分詞 分詞有兩種 一種是現在分詞 就是所謂的加ing的形式 另外一種是過去分詞 就是我們在背那個動詞表會背 比如說go went gone gone那種就叫做過去分詞 既然他主詞相同的話 那他只要判斷什麼就好了 只要判斷是用哪一個分詞嘛 什麼時候要用的是ing現在分詞呢 就是那個人 那個主詞在主動做什麼事的時候 什麼時候用pp這個分詞呢 就當這個主詞是被怎麼樣的時候 來看一下這一句 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兩句的主詞如果都有主詞 到都有寫出來的話 應該像都是指所謂的學生student 那接下來呢 既然主詞已經有了 那就不用寫兩次了嘛 我們就把它幹嘛緊縮一下 好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呢 你就要判斷主動還是被動 學生罵老師的時候 學生哭了 還是學生被老師罵學生哭了 當然是什麼呢 學生被老師罵學生哭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幹嘛了 我們就直接選pp 答案就出來了 第三種緊縮詞 我稱之為呢 用一個動詞加形容詞呢 來代替兩個句子 我發現呢 一個人在偷東西 你就會說 I found that someone was stealing a car 所以我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人在偷車 所以它原本是一個兩個句子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把它緊縮呢 很簡單 就是用find這個東西 加上剛才介紹到的形容詞以及分詞 跟剛才的原理一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判斷它的主動跟被動就可以囉 所以我發現有個人在偷車 是人偷車還是人被車偷 人是偷車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說 I found someone stealing a car 就搞定了 它的判斷的邏輯呢 是跟什麼很像 跟我們第二種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它這一次呢 不是出現在一怎麼樣就怎麼樣當這個裡面 而是出現在發現的這種動詞的後面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示範一題看看吧 那這一題可以很明顯看到 出現了find這個字 你就知道他把東西縮起來囉 誰發現這個東西怎麼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現在我們只要判斷一件事就好 就是所謂的主動跟被動 這裡的policy是政策嘛 政策是被執行的嘛 對不對 不是政策執行政治人物 是政策是被大家執行的 所以這邊一樣只要選什麼 選PP就可以把這種東西說起來了 透過今天這個緊縮句的講解 大家有沒有比較了解說 為什麼有的句子 原來原本兩句話可以省略成一句 以及他省略的時候 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要描解這個題目 重點是什麼就夠了 那今天這三個三大重點 我幫你整理起來了 你只要去Instagram 搜尋英文一開罐 或是打帳號 P-O-P-P-I-N-G 下滑線 B-O-T-T-L-E-S 下滑線 poppingbottles 你就可以跟我拿到這個筆記囉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很實用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like 然後留言 comment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英文一開罐 英文真簡單 我們每週四的晚上8點 都會有新影片 那我們就下週四見啦 See ya footage 之後呢 請到你 請到這一個月 搭訪 就收拓 收拓 mutual 到這一個月 是 那一月 在這一個月 感谢观看